宋师傅 你好 宋师傅 我想问问你 是否指甲可以看到我们的健康状况 非常重要 因为强健的指甲对方体质良好 宋师傅 首先想说一说 指甲好像有分硬或软 不如说硬吧 好 简单一点 硬得来就不太脆 因为很脆 动一下就会硬 硬得来是有柔软度的 一般的体格非常强健 所以你见到运动员或男人 通常手指甲会硬一点 一般女人手指甲会软一点 因为女人的先天体质不同 是 因为一般人很少摸人的手 你不知道什么是软和硬 自己会很清楚 对 清楚自己人 你不知道什么是软,什么是硬 因为跟比较很多人才知道 是 但简单一点,具体一点 剪指甲听到啪啪的声音 那个通常是硬的 你见到你剪指甲没有声音 那可能是软 又或者你简单一点 女人留长手指甲 有些人很容易断 很容易屈到 有些人不断 那你就知道硬和软 但这个也会变成的 因为一般人常用手是右手 是 常用手指甲就会厚过不用手的 譬如当我用右手 我自己剪指甲也知道 是 我剪右手是较难的 剪左手就容易 所以自己可以比 万一你发现很软很软 就真的看着多病 怎么办呢 做运动 就可以改善了 硬一点 是,会的… 坑纹呢 有些坑纹 你很直好,有些又横纹 坑纹有什么 我都不想听有什么 坑纹 这个横纹的坑纹 就比较棘手一点 因为一搬手指甲就有六十日一个生长 是 突然间遇到大的意外 疾病 身体有大毛病 它就会有坑纹出现 是 你看到坑纹 大了这个位置 就是三十日前可能有一个大病 好的 你再上去 就是四十日、五十日 一路退到六十日 它可能全部就坑纹走出来了 总之,如果是否就是说 那个人有大病 很容易也会有坑纹出现 没错,没错,没错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上去就知道 你一个月前有大病 我就不告诉你 我都知道,你这么厉害 一个月前有大病 你都知道 如果是什么指甲向内包呢 向内包 对,是怎样 这个向外反 这个向外反 向外反,向内包 两个不同的情况 向内包很多女人常见的 就是直接是 这个指甲是圆形的 包得很紫 对 手指甲硬得很紫 这个通常都是很辛苦的女人 辛苦吗? 刚才说了 小姐、太太 就不用做 这些手指甲软一点,不用做 那我们努力的人 或者运动的人 经常做的 手指甲就硬了 又反映这个女人 靠不了老公 而且容易肝胆出现问题 所以记得,如果是补腿 内包的要留意 炎肝肝、炎肝 但如果向外反,外呢? 外反通常体质弱 外反一般手指甲都会很软 不是很强硬 又不是很强健的体魄 还有人各样的情绪、意志力 都不是太强 内外也不太好 总是 这个通常是软,不太理想的 好 好,下一个 是 白点 白点 很多人说营养不… 对,我经常都听说 不是,白点有时有一条橫 一橫 一橫,白色 一橫,一橫 总之逢是橫,或者白点 或者是异常的 一般都是身体出了问题 可能真身体、情绪 或者营养不足 你发现这个,立刻去看医生 染染究竟营养不足 还是有什么毛病 好 好,那下一个 这个打直的 有时会觉得好像… 对,你认为是严重的 你留意我,我也是有的 很多人都有 尤其我现在年纪越大 那些公公、婆婆越厉害 如果你是正常 不是很严重的,是正常的 是 如果像你说的这样的 不正常,身体出了毛病 要特别留意,又是身体 所以指甲很容易反 总之其实简单来说 有异常的手指甲 都一定是反映身体毛病 什么叫异常呢 除了我刚才说的 这个圆形是包出来的 包得硬,不是很薄 又不是很厚 又不是脆 又不是很多白点 基本上指甲也是正常的 是 但我想问一下 譬如你一只手 一只手也有五只手指 没错 如果男女也好 那是看哪一只为准 每只手都要看 每只都要看 那基本上一定是手指甲最厚 对不对 是 手指最薄 那你照着比例 一边移上去 还有人说看健康是看半月 对 半月 很重要的,你留意 这个 是否多数看手指甲 看手指甲最容易看 因为它比较大 它的面积 对,它比较大 而且一定有 手指甲都没有 就很大件事 我是有 我有 我有 那怎样为止正常 正常是大了手指甲里面的 它的书是五分一 其实我看过这么多年经验 就不是五分一 七分一 七分一是正常的 是 过大就有机会血压太快 血压高 没有半月就要留意 血压低 没有的人其实不是很常见 或者很小就会常见 你说是小孩子吗? 不… 很小的半月 好 只有一点 佔的部分很少 对… 通常手指甲是有的 第二个、第三个都有机会有的 第四个没有? 第四个、第五个没有 很正常的 好,我们说了 那奖文 奖文其实也说了很多 还有什么要留意呢? 我们主要线就是生命线 头脑线、感情线 又或者事业线、成功线 第六年感线都说了 有很多细线 细线来说 现在就介绍了 就是上升线 就是这些 木星优上的上升线 什么叫上升线呢? 木星优也好 感情线也好 头脑线也好 生命线也好 事业线也好 都有些向上的线 一概都叫上升线 是 只不过在不同的位置 有不同的结果 是 我们先来讲木星优吧 这个木星优就是哪里? 木星优上升线 你看看我们 应该四个人都有的 有没有? 你看看这条 在食纸上是吗? 是, 这样 有没有? 怎样? 我看左手还是右手 究竟现在 我是三十喉 没有? 有 你现在奋斗心不是很强的 右手有, 左手消失了 左斜了 斜的是同情线 有很多同情线 有, 有上升线 有 有哪一种? 有, 多数有 这条也是 是 我们每个 我看得很清楚 很容易看 是 总之这个食纸 这样打斜上去 在生命线或者头 你那一条是吗? 很长的 很清楚是吗? 生命线、头脑线的起点 向上也叫上升线 这又叫奋斗线 是 奋斗线是说奋斗心比较强 做什么都打算 一定要比人一样 是 这又很明显 Vivy和虎仔都有 我也有 只不过没那么清楚 没那么串心 你们看一看就知道了 还有什么上升线? 还有 在生命线上的上升线 譬如有条很弱的生命线 什么是弱呢? 又浅又蒙的弱 但有些比较清楚的上升线 是将体质加强了 总之向上的线 都是加强的作用 是好东西 其实大部分上升线都是好东西 差不多九成都是好东西 好像帮你增强一些东西 是没有增强体质 好, 下一个了 然后头脑线上 上升线 譬如你头脑线很短 又不漂亮的 是 那一个人不是很聪明的 是 但如果加上升线 是将你不是很厉害的头脑 加了分 让你一个人灵活点 想起来更厉害的 是 但上升线就不要看错开叉 因为如果头脑线是短的 然后有条这样向上的 是 那就不是叫上升线了 那是头脑线开叉 分叉了 那就是不好的了 所以一条正常的头脑线 加上上 向上的小线才叫上升线 不要看错 是否一条也算是 一条也是 是 总之有就行了 但一条… 有点的 作用就细一点 也有用 那你多几条就作用大一点 好 下一个了 感情线 感情上升线 如果感情线 长度不到无微 只能和食指的指纳 就叫做不合格 是 又不向上叫做不满足 但你加上升线 是将你感情的满足感 和付出感情的状态就多了 即是够敢多一点付出感情 而且满足容易融立对方缺点 相反下垂就当然不行 你又没有 我没有 一条正常的 因为你太幸福了 你不用加 多不多 不用加的 你向下的线就很多 下 下 但说了这么多上线 刚才你跟我说 看到我有下 那是否其他的 下下就减分了 对 那其实是否其他都会有 感情线很多向下的线 幸好你只有四条 刚才看过 四条 四条 四条也好 都是好 好 这条线是有很多 叫做花心萝卜线 这个好像觉得理想 好像挺好 觉得又不够 然后可以找到一个 这个觉得理想 这个觉得理想 觉得理想 不知道选谁好 对 又或者个个都觉得 不是太好 又不知道选谁好 原来很多下线 就是选来选去都不知道 选不到 对 选不到 所以到现在都选不到 所以看不到就输了 对 如果有决心是否会改变 对 那你有那个决心 对 你有那个决斗心 对 决斗心是工作 对 其实女人 有得嫁 我都叫她嫁了才算 快点嫁了才算